NEO 聊世紀天氣中心 大家好 我是LEO 今天來看博更帝人對上波西米亞人 這場比賽是 博更帝聯賽競技場地圖 這場比賽是 博更帝人對上波西米亞人 賽事是阿根廷聯賽 阿根廷聯賽裡面 我覺得這兩位選手 是我最看好的兩位玩家 尼克爾跟卡布奇 兩位選手都在我們頻道上發展出現 而且都是實力堅強的玩家 那我們接下來看一下 大約出身點位12點鐘方向的 紅色是博更帝人 玩家是卡布奇 那卡布奇這邊選擇的博更帝人 在競技場來說應該是 相當熱門的 不管是在捐罰山賽事裡 或是在其他大小型賽事裡 都可以看到博更帝人現在在競技場裡面 都有一個非常 常見的一個出現地位 羽族輕重的地位 不管怎麼說 博更帝人在競技場裡面發揮 現實狀況還是不錯的 不管他是要拚經濟 或是後期的博更帝葡萄園 都可以讓他黃金後期 遠遠不斷的 那他的城堡時代的重裝騎士 也可以很好解掉一些突發狀況 博更帝人的經濟還是非常好 可以在提前一個時代 就研發經濟科技 看不起這邊升級的方式 就比較特別 一有100肉 應該也不用100肉 有這個折扣部分 一有資源 就點下一擊伐木 讓自己的經濟優勢 可以領先對手 那博更帝人呢 他後期主要是打 騎兵跟火槍路線 騎兵路線是全滿的 步兵路線也是可以打 也是全滿的 不期作戰 加上火槍火炮的策略 都是比較適合博更帝人的 那博更帝人呢 他的優點呢 還有這個生旅科技 救贖思想跟印刷技術 這個是在打 對方工程器戰的時候 尤其是前壓打法 都可以獲得一個很好的效果 那我們接下來看一下 佛西米亞 右下角 打於出生點位 四點鐘方向 尼克夫選擇了佛西米亞了 尼克夫這邊是選擇了佛西米亞 佛西米亞是城堡時代史 可以研發化學 就可以在城堡時代就可以用火槍兵了 那他的打法呢 還是比較需要靠 直層的戰車流去壓制敵人 因為這個戰車單位呢 高遠防 不怕神經中心的傷害 而且他的特殊的直彈 數量一朵也是蠻痛的 那在一些特殊打法裡面 佛西米亞的戰車流打法 跟出生火槍兵的速成打法 是很相似的 那他的城堡時代 也可以蓋下修道院 點一下宗教狂樂 跟神聖思想 可以增加村民的血量跟引動速度 算是一個比較特別的文明 好 那我們接下來看一下兩邊城堡時代會怎麼打 那沒意外的話 尼克夫應該是會打一個直城 然後玩戰車戰法 那 這邊可能會打直城 然後轉輕騎兵 升旅遺跡戰 這是一個經濟場比較常看到的戰術 那伯格地人打這個戰術 前期可能會稍微有點慢一點 因為他升級 肉可能會有不太夠的問題 因為前期要點一下比較多的經濟殼 所以他升級有時候不是那麼的順暢 好 但是這邊還是23P點封 點封劍時代 這樣是有點緊繃的 可能會變成23加3 或是加4 23加2的話可能會有點吃緊 那我們來看一下 伯格地人會怎麼升級上去 好 這裡補了一個軍營之後 要趕快 待會補一下冰工廠 馬舊 或是4級也可以 好 這裡是選擇了馬舊 那另外一個是比補兵工廠 好 這邊是選擇了兵工廠開局 基本上馬舊就是配兵工廠 但是其實也會看到一些職業選手 配這個4級 所以到底有沒有一個決定性的講法 只能說 宏觀來說 馬舊配兵工廠是標配 好 那這邊是選擇了23加3 26P 然後稍微收肉 肉還是稍微不太夠 哇 這邊稍微斷到了快一村 23秒時間 好 果然升級是會有點極限的 因為這個打法我也是有練過 我發現這個有時候會容易斷村 所以打23加2可能穩定性會更好 23加3 穩定性就會像這個情況 會有點斷村的狀況出現 張氣就是一個不太好的行為 因為在世紀帝國裡面斷村是大忌 那中心一停下來 你就會輸給對手很多經濟 好 這邊果然是打戰車流 把城堡蓋在家裡 那這邊戰車流的話 主要打法是 待會有可能戰車流去到人家家裡之後 那繼續挖石頭 繼續插寶 繼續往前 然後開始轉出帝龍時代 會比較適合Cosimia這個戰法 戰車流的話 那伯母地人我們剛開頭提到 他有救贖思想 所以這邊黃金 待會可以再多挖一點 好 開始轉聖旅客局 防止戰車的入侵 好 托斯巴戰車已經開始了 開始產生 那現在 波西米亞人有一個優勢 就是撿生物 現在有火力上的優勢 只要戰車跟聖旅一起走 這個聖旅就可以拿得比較安全 好 這邊肉馬也稍微去偵查一下 看有沒有去撿生物 好 先撿到第一顆 等起了波西米亞 戰車就是這麼的麻煩 好 第二顆也撿到了 來看一下 波根地人 移上 聖旅堡時代 在聖旅堡時代的時候 已經點下了通行鋸 二級農田並沒有先點 然後這邊是趕快挖石頭的策略 補下了一個秀導院 開始按生旅 黃金的部分在前方有塊附金 但主金在後面相當舒服 左邊還有一塊黃金 所以如果 你可以把這兩塊黃金給控制住的話 那他的勝率將會大幅提升 那這邊尼可夫並沒有馬上去補下 第二根城堡往前前壓 反正是選擇了回頭開農策略 那這個算是比較沒有這麼全面性的歐印式打法 也不會有這個樹地的情況發生 但這邊是選擇了炸腰筒 炸車門入侵 那這個打法也是非常突然的 因為對手通常會防備對手 如果來插寶 可能就會直接往後面圍死 但是這邊並沒有往前插寶 那這裡並沒有太多的防範 好 黃金鑲的不太夠 救贖師想要早一點點下會比較好 好 第二隻勝率過來 現在修道院 還在慢慢產生 地下的勝率要按嗎 還是不敢不按了呢 產生黃金 現在聖物總共是拿到了四個嗎 還是五個 四個而已 欸 不是五個聖物嗎 這張地圖難道是特製版 只有四個聖物 看起來是喔 看起來聖物少了一個 好 這裡炸出了一個洞來 但是看到裡面有城堡 那尼卡夫屋 這邊看到這裡插寶 就有點尷尬了 因為我們剛剛有提到 卡普奇很清楚自己的附金狀況 城堡插在這個位置 左邊這個金稍微能守到 但是主要是要守這塊金 打到黃金能守住 前期暫時不會有太大的問題 這可以刷到城堡裡面 稍微補血一下 好 波西米亞也點下了3TC 打的就是一個開農 那這個時候的波西米亞人 經濟卻還是領先普攻地人 所以尼卡夫這套打法 我覺得蠻適合 喜歡玩戰車的玩家 如果你的手速並不是那麼快 喜歡用這個單位體質壓制人 像朝鮮啊 普通派戰車 這類的單位都是很適合手速慢的玩家的 好 這裡看到是3TC開農下去 手推車 這個不是手推車 這個是輪軸技術 可以馬上補下了 經濟的部分 像是波西米亞領先對手 這邊4生物產生的黃金相當舒服 好 第二個炸彩筒過來 但是被刺口攔截 後方的僧侶 並沒有遭響 選擇了自爆 炸掉了之後的血量 戰車回頭打個一炮 但是沒有打倒 第二發有機會嗎 插身而過 第三發子彈沒有射出來 OK 炸彩筒這裡沒有辦法出來 但是血量4生8的3滴其實直接開打就好了 但這邊還是要繼續按炸彩筒嗎 因為後面還有第二道牆 但是妮可夫現在是沒有看到第二道牆存在 這三隻入侵沒有什麼太大問題 現在這邊已經挖到了九十百多塊黃金 等一下救贖市場沒有太大的問題 那這邊有預備好了嗎 還沒有 好 服下了一個市集 這裡難道是要先買賣上帝王時代嗎 那我就覺得這邊上帝王時代 並不是一個很好的想法 因為帝王時代也沒有太多的科技 可以去防止 而且黃金會非常稀缺 那這邊還是慢慢農上去 到帝王時代 然後再趕快投資大量生旅科技 防守一下胡思泰戰車 可能會不錯 那目前看到戰車流打的壓力很大 但波西米亞這邊已經早早就點下了 帝王囉 戰車只按了4台 兩隻生旅 然後這邊帝王上去 這裡石頭要趕快回頭挖一下嗎 通常是這樣的話 前置一根城堡會比較好 可能可以考慮插這個位置 或是插外面的位置 這個位置可能不錯 插這個位置對插 這樣子的話 對方後面的巨型頭需要 要稍微控制一下 如果他直接過來巨頭架起來的話 位置可能會在這裡 然後後期的波西米亞人 他的火炮的出產時間 也是非常快的 所以城堡盡量不要貼得太近了 貼太近的話 自己的火炮射程 就沒有巨大的優勢了 好那這邊管人補下了化學 一上帝王時代 就擁有產生火炮能力了 我跟帝人這邊也是選擇帝王 兩邊都是打得比較偏濃 好那前期的細節解說 大概是這樣子 寧願部分細節打法是這樣 那待會重點就是 城堡的位置要落點在哪裡 好在家裡補了一個工程器製造所 城堡部分還沒有開挖 這裡是要買賣石頭了嗎 還是沒有打算用插城堡呢 好在外面又開了一個城鎮中心 開始把自己的領機往外擴 伏地人這邊是選擇了馬凱 跟一擊挖機 開始準備要升級奇兵科技 那這邊待會要先投資一下 重裝騎士的升級嗎 結果不是打遊俠 而是打馬上輕裝兵的路線 那波西米亞這邊是選擇了生女 招翔流 印刷技術已經研發好了 待會就要來看一下 能不能再繼續打出肉身 那波西米亞人的生女呢 點下金冠技術 胡斯派改革之後 生女就不需要再透過黃金 研發科技或是製造生女了 後期的生女戰 波西米亞是最划算的 而且也算是比較不會打輸的一個文明 因為她的產能非常舒服 你就算蓋10個修道院 狂產生女也不是問題 只需要肉而已 黃金可以非常省 省下來的黃金可以出更多的火槍兵 或是波西米亞戰車 或者是打這個流彈炮 這是一個很好的決定 這邊用槍兵稍微防守一下 火炮被打 這邊村民可以隨時放出來 但是前方的馬上輕鬆兵 第一個目標是後方生女 生女往前 但是還是被造響掉 兩隻馬上輕鬆兵 三隻馬上輕鬆兵 被造響之後 這裡選擇一波拉走 剩下一隻 這裡的馬上輕鬆兵 被打到了頭破血流 但是生女勝利的抓掉了三隻 OK 後面的馬上輕鬆兵 又噴了出來 14隻馬上輕鬆兵 蒙地人點下了化學 現在13TC去去農 波西米亞是4TC 資源量現在是妮可夫 這邊是拿了23000的資源 快24000了 資源領先大約2500 這裡有可能是因為 博文帝沒有點下二級農田的差異性 資源開始花的有點多 那手推車的部分兩邊都已經點好了 但是現在博文帝葡萄園 也有這個城堡佔據的產能問題 資源量不太夠用 好三隻馬開補下 現在城堡往前補了 結果不是補這個位置 但是這個距離 這一定要特別講一下 城堡的距離 最好是大概是這樣 火炮才可以有效的 去反制對方的劇情投資機 所以盡量不要差得太近 差得越近 對自己的火炮越不劣 好前期的部分 但是沒有太大的問題 火炮 升級好榴彈炮之後 榴彈炮也可以成為主要的火力 待會馬上輕鬆兵 就要特別小心火炮的傷害 好 劉克夫這邊是點下了疾病的升級 大槍兵升上去之後 槍兵對騎乘單位 還有額外的增傷效果 這就是波西米亞的無敵陣型 好來了 槍兵還有一秒升級好 疾病一升級 情況可能會有所改變 大槍兵上來 馬上輕鬆兵被擋在一陣前方 後方的升級高翔 但是一台火炮被換掉 第二台火炮直接殘血 但後方的馬上輕鬆兵 只剩下少量的八隻 這一波交戰之後 尼克夫的戰力還是非常的穩定 好這裡目前是波西米亞 佔據優勢的狀態 減下了銀罐技術 大車震戰術 可以增加砥石炮 跟虎斯派彈車的移動速度 還有槍兵 可以增加移動速度 所以波西米亞的陣型 移動是非常快速的 不會有那種笨重的感覺 移動速度算是蠻快的 好這裡點下銀罐之後 也點下前程 稍微抗下招翔 伯克地這邊則是 轉出了生鯉魚兩隻 但並沒有投資更多的 救贖思想 以及其他的招翔科技 好這邊稍微微一下石牆 石牆過來 這邊要直接守思嗎 不太好 好 槍兵數量其實有點多 32隻 波西米亞開始提升了步兵鎧甲 好 榴彈炮慢慢輸出 這裡榴彈炮要再多補幾台 好 那目前三旅的科技 並沒有補下古斯派改革 好 點了一個瞭望技術 再加一下飾演 剛剛左邊這塊黃金要趕快挖 COPCH 待會裡面的黃金可能會挖乾 後面這個黃金也沒辦法正常挖 4塔榴彈炮已經來了 上次要來左邊控一下黃金 這邊趕快拉村走掉 城堡直接被拆爆 現在伯恩帝人要打贏正面的話 可能要轉出火槍 但是火槍打戰車也不是那麼好打 所以這邊COPCH要思考一下 自己要不要轉火槍出來 火槍也很害怕對方榴彈炮 那如果這些槍兵解決不了的話 火槍的人就只能正面硬扛了 好 最後還是轉出了火槍 火槍 火槍的人也轉出了火槍 兩邊火槍互打 戰車 知道火槍傷害很高 直接打倒了第二台 第四台也拿下 好 牛彈炮現在雖然來到第五台 這裡的部分並沒有展出科技 省下的黃金 全部投資到了火槍兵身上 火槍兵直接一發打倒霍西米亞的勝率 牛彈炮也被換掉了一台 但是波攻電人的火槍 一台也都不剩了 剩下四台榴彈炮 要抓到四關鍵 但是槍兵的走位非常的漂亮 直接堵住了馬上輕裝兵的去路 好但這不能深追 這個深追可能會被落背 趕快往回拉 這邊算是槍兵的小細節 槍兵絕對不能讓他隨意的去追 好一直留在榴彈炮旁邊 榴彈炮就慢慢拆掉建築物 左邊的黃金找個機會空下來 城堡往前插 別動城堡 這裡有一波勞被 槍兵沒有空好 往回走 城堡可能蓋不起來 到後面槍兵已經緊追在後 前方馬上輕裝兵要來嗎 不敢 繞了背之後 左邊榴彈炮暫時沒有事 又往回拉走 馬上輕裝兵的問題 就是產能的問題 只有卡布奇城堡越來越少 馬上輕裝兵的速量也會變少 所以比較多數的打法 而是選擇有效而不是輕裝兵 輕裝兵的產能是需要通過城堡的 城堡一直被拆 產能越少勝率就越低 卡布奇選擇馬上輕裝兵 讓我有點意外 這應該也是有機會 只要榴彈炮能拿下的話 但是反而被榴彈炮拿下自己的輕裝兵 尷尬了 看不起 榴彈炮 步步推進 現在是讓來到6發 榴彈炮 現在博文帝人的人口已經卡住 150人口 霍西米亞是200匹滿人口 陣地戰來說 霍西米亞還是有絕對性的壓制力的 這兩人現在這個情況 貨文帝人不太好打 火槍要特別小心榴彈炮 火槍走位也是很重要 不然一炮一炮打著 火槍的數量就越來越少 劇情投射機轉出來 但轉巨頭只是變成標靶而已 整個拉走 只要拉到後方架起來 偷偷點一下榴彈炮 這樣會比較好效果 可能這個位置就差不多了 第二台產生出來 但是城堡掉的話就沒有遮蔽物 可以防守巨型投射機 我覺得卡布奇應該是偏良掉了 火槍兵這麼多也沒有辦法 很好的有穩定的輸出環境 前方沒有辦法穩定坦住的話 就會很難打 那卡布奇這邊的話 其實也可以轉出大量槍兵 以槍兵制衡槍兵 也是一個不錯的方法 但是卡布奇現在的支援量 也是被控制的關係 房子也是被蓋得滿滿多次 但是還是在卡人口的狀態 榴彈炮最麻煩的地方就是這樣子 一直在拆建築物 這邊想要轉更多事件場 但是才能一直被阻止 有資源 卻採不出任何單位 波奇麵阿 開始轉出了步兵傷害 開始要提升一下 槍兵直接往裡面戳 開始燒到左邊的村民 槍兵有點麻煩 這裡有榴彈炮 躲掉 波奇麵阿 這邊的火槍往前 一直在玩這個閃子彈遊戲 巨型頭巨炸起來想要點掉榴彈炮 點到了兩台 後面的榴彈炮 終於被巨型頭巨點掉 這時候榴彈炮看到 趕快拉了兩台 三台往前 把傷其中兵往前 全部送光 但是後方的火炮 還是拿下了一台巨型頭巨 但是自己的榴彈炮還有五台 不過還有五台情況下 現在波奇麵阿 還是有絕對性的優勢 現在波奇麵阿 前方部隊全部倒光 剩下火槍兵孤獨作戰 火槍兵能夠守住這一波嗎 但是波奇麵阿槍兵也是全部倒地 但左邊這個城堡又蓋好了 結果這種火炮 直接噗入在城堡側城 又被拿下了 當然這一把 卡布奇沒有機會 打出了GG 我們恭喜尼可夫 拿下比賽勝利 這場比賽真的是相當精彩 最後波奇麵阿不是打戰車速攻 而是打一個戰車開局 然後轉3TC 滾打陣地戰的競技場打法 四個生物拿到之後 黃金產的非常誇張 2800黃金阿 只有木材小書卡布奇 這場比賽打法 我覺得算是一個很好參考 好啦 那麼今天影片就差不多到這裡囉 那如果喜歡這部影片 請記得幫我下訂閱 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各位掰掰 今天回來 我們 Release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